透过抄写心经 希望能够了解佛法的智慧 从书法抄写心经 可以涉住一个人的心神 转而行好运 书仲义他从来没有学过书法 现在他开始要用书法来抄写心经 心经是正极灵人的经文 可以将不及阴邪的东西去除 念诵般若心经 可以使人行运甚至自负 今年的六月吧 六月 今年的六月 学习写毛笔 在一个机缘之下 见到张老师 我以为我已经遇到了名师 他很乐意的接受我这个老学生 这个老学生 我已经73岁 我刚刚写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我葛老师讲 我说我写毛笔 根本没有基础 根本没有基础 我就是连怎么下笔 怎么收笔 我都不会的 就在这几个月 也是有用心 用心学习 每天都有写字 就照老师教的 一直写 就这样学习 就这样学习了 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把它静下来 静下我们的心 用心的写 这个毛笔 刚刚学习的时候 就是也觉得有一点难 我曾经给老师说 我说我越写越糟 我很着急 写不会 他说没有关系 你就认真学就对了 老师就这样讲 所以我说 好 我绝对不 付你众望 对啦 所以 我就认真学习 就这样 心经可以使你行运 致富 最直接的是 能令你心中富有 一个人心中富有 才真正拥有快乐 在佛教的角度而言 一个人能拥有心中富有 开心快乐 也就是佛了 十方新闻 王天伦 许建益 高雄采访报导